前几天区域圈内一声巨响 苗府微博发文呛声郭德纲 洋洋洒洒写了大幅篇章 先是说收徒纠纷动刀枪 又是说西安生意财路被人挡 隔空喊话请老郭不要躲藏 出来做解释到底想怎样 咱们常说无图无真相 于是苗府截图贴上 内容是德云社当年差点关张 停业风波 轻取社挺身战场 感慨情深恨谢发心上 善待身边人真善美要弘扬 德云社随后接受电话采访 一脸懵逼不知事件真相 说我们没有骂他干嘛突然翻就上 这如今老师本分到处赶上 没事找事好像小丑跳梁 哪个人闲出了问题 该挂号的去挂号 该找病房找病房 网友随即转移战场齐刷刷看向郭德纲 郭德纲微博回复一个坑字 其他话一句没放 被其忽视的苗府最后删微博尴尬收场 这场私逼大战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葫芦哥看完保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像 曾记得过往 曹云金PK郭德纲 相声界语文大赛脑海回响 这才没几天 苗府首次老郭又风云登场 不禁让葫芦哥感慨 相声这个江湖利益纷争超乎你我想象 数以经而风不止水深难估量 一个是京举社 相声界内新鲜力量 一个是德云社 数大根深 全国各地搭建分会场 按说景不饭和各吃三菜一堂 为什么会变得张嘴撕咬 好像狂卷疫苗没打上 咱们常说天下兮兮皆威力来 天下长长皆威力王 这两家取义社闹得如此下场 葫芦哥觉得肯定不是分派立场和节目对抗 应该跟算盘有关系受买卖所影响 表面上看好像是村东头槐树下 老苗看不惯老郭的一场嘴仗 其实此夕分析话中有话玄机暗藏 苗老师说让马贺奇来自己地盘登台亮相 其实是照顾面子尊重郭德纲 工资拿的高过同行从来不欠账 随后小马上北京掏钱送机场 没想到马同学一去不回情分不僵 讲白了就是小马是老郭派来的卧底常年隐藏 投完经验自己开张 苗福不计前嫌花篮送上 没想到事与愿为小马一月之内生意高慌 结果圈内就传出了苗福打压郭德纲 轻取社备受争议名誉受伤 苗福打电话给对方 对方不是战线就是忙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先报道 曹云金苗福随后受邀 所以苗福有了北京台这条大腿报 各种综艺露脸新节目上到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整个频道都被他们各种承包 所以这转变就让很多网友意想不到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两人一个阳关道一个独木桥 没入主流前 苗福夸奖郭德纲 好得不得了 又是发文又是撑腰 参加完大赛后对郭德纲的态度就变成了各种批评 外加严厉声讨 曹云金首次郭德纲当时闹得动静不小 而苗福却力挺曹云金发微博又删除只用了简单几秒 所以说郭德纲对这事不可能不知道 虽然没有公开撕破脸互相开炮 但结下梁子这件事估计跑不掉 相声圈讲究话题封号 旧社会即便你身怀绝技谁都不尿 安身立命败码头也成了环节必要 虽然说解放后不再见那些横行霸道 但是深藏在背后的拉帮结派 还是会让人或多或少感觉到 间接的变成了你跟我好就不能跟他好 你跟他好咱俩就此拉倒 相声是一种表演形式 需要观众买票大家都吃不上饭 那我们皆是同胞 一旦有人穿金带银 那对不起我们内心绝必受不了 这道理郭德纲苗福自然全知道 市场竞争下的滚滚浪潮 必然会有些不择手段的偷塔技巧 葫芦哥身边朋友老说王者荣耀 正面战场胜不过可以出几招 齐齐战术突击对方老巢 一击致命达到目的 谁关你是陈耀金还是小乔 高雅低俗之争虽然过去很久 但是不代表有些人不会记仇 你清取社成立十周年西安出手 我德云社古都巡演通缉伺候 苗福扎根陕西北京不插手 德云社西安分社全是精壮修 所以当郭德纲走哪些是一票难求 甚至降低票价来到清取社门口 无法抵抗的情况下 我只能说你是故意挑衅 甚至不留活口 老郭和苗福一个非主流 一个纯主流 站位不同必然成对手 虽说苗福在各大网会疯狂露头 但在业务上 葫芦哥说句实话 跟老郭的差距真的不止一招半首 郭德纲各种场合说自己没啥朋友 要知道相声江湖里 做不成患男朋友 也就只能是敌人彼此下狠手 所以归根到底 葫芦哥觉得相声里买卖江湖 才是苗福怒呛德纲社背后的真正理由 观众们已经看过了 你拍我头 我反咬你一口 多出点好相声 才是你们的正经路数和毕生追求 感觉压力大的可以退出收手 能扛到最后的 从不会纠结恩怨